政府明天開始在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 設立新型肺炎等候檢測結果中心 醫學會傳染病故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說 如果安排抵抗的人全部在酒店隔離14天更恰當 如果他們住足14天的話 我覺得你一定比在家庭好 一天會有大量的人出出入入 始終他們都是高危 裡面一定有些確診 中間過程裡面可能有些交叉污染 其他的東西可能有機會會發生 也可能真的簡中有些假陰性的問題 在這個社區附近外面太多人出入 都不是一個特別理想的安排